想知道当红的话题用英文怎么说吗? 跟着News ABC听时事学英文 Come on, everyone! 欢迎收听News ABC 我是文找外大学传播艺术系的云桥 我是宇翔 宇翔,你知道日本长期线动植物园 有一只白掌长臂园猫猫 单独被关在笼子里长达五年 但却突然怀孕吗? 笼子里确定只有他吗? 对啊,虽然他旁边还有饰养其他的长臂园和核植园 但是笼子中间都有用铁丝网还有木板做间隔 原方后来在猫猫的宝宝满一岁半后 拿他和其他四只 有可能是他身负的公元体毛和粪便进行DNA检测 才发现原来爸爸是与猫猫轮流使用展示场与寝室的黑掌长臂园猿伊藤 但是轮流使用也没有把它们单独放一起 那怎么会怀孕呢? 因为展示场和卧室中间是隔着洞洞板 洞洞板上的洞大约0.9公分 原方推测Momo和伊藤就是透过这个洞孔接触的 那我们就借由这则新闻来学习一些英文单字吧 第一个单字 怀孕 pregnant 怀孕 pregnant my mother stopped smoking when she become pregnant 我母亲自从怀孕后就不抽烟了 my mother stopped smoking when she become pregnant 第二个单字 卧室 bedroom 卧室 bedroom the walls of her bedroom are painted green 她卧室的墙壁被漆成绿色的 the walls of her bedroom are painted green 第三个单字 龙子 cage 龙子 cage I think you should keep your bird in a cage 我想你应该把你的鸟养在龙子里 I think you should keep your bird in a cage 那我们来复习一下今天的单字吧 怀孕 pregnant 卧室 bedroom 龙子 cage 大家都学会今天的单字了吗 那下次我们在一起 听新闻学英文 下次见咯 拜拜 拜拜